看一下第三部分,第三個其實就按照順序 可是你會發現,第一是王曉明,第二是我是我有我能 這邊的話就是先我是,再我有,再我能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順序好像跟他原來給的順序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做調整,那怎麼調整最快?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當然你可以把它挪到旁邊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切到這邊之後 那你會發現,如果你要移動它的話 其實這樣不好移 比較簡單的移動方式,一般習慣會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瀏覽模式 瀏覽模式在哪裡? 瀏覽模式,請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會有一個 瀏覽模式 投影片瀏覽模式,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 變成類似像這樣的狀態 預設可能是100% 像這樣子,有點不太好看到全面的這個投影片 所以你可以把它減號 讓它縮小一點點 縮小的好處就是說,你可以全部看到 那全部看到之後的話,你再一個一個去比對好了 比如說,你還可以在縮小 然後按照這個順序 比如說,這邊看到 第一個是 往小明 我是我有我能 然後在我是 然後這邊OKOK 這邊不對 所以必須怎麼樣呢 把那個什麼呢 我有 對,我有 然後再來應該是隔壁這邊 順序如果對的話,那就跳過 然後在 這邊可能就不對 這邊應該是TQC 所以把TQC搬到這邊來 那搬很簡單,就拖拉就可以了 放開 所以TQC認證 然後在三次辯論冠軍 然後分享 然後我能 應該是我能 然後 再來就是怎麼樣 應該是中打速度50個字 所以把中打速度50個字拉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圖像思考 把它搬過來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剛剛好像只有移動這一個 跟移動這一個 其實移動兩個而已 這是你們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瀏覽模式 如果你要切回去的話很簡單 就是直接切到標準模式就可以了 這邊兩邊可以切換 OK 那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 我們已經把位置調好了 再來的話 變更指定投影片的配置 除了投影片2 9 10 12 其他的話呢 就套用什麼呢 只有標題 只有標題的版面配置 那怎麼樣可以 不要選到 2 9 10 12 那這很簡單 首先我習慣是全選 全選有幾個方法 如果全選的話 我喜歡 記那個快速鍵 Ctrl A Ctrl A的話 就是全選 OK 在 取消的話按Escape 就是你或者你旁邊點一下 就取消 Ctrl A 那可是呢 我第2個第9個第10個不要 然後還有哪一個 這個第 第12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 第2 所以按Ctrl鍵呢 再去點第2 表示取消這一個 然後第9 按Ctrl鍵 然後這個 第10 第12 也就是按下 Ctrl鍵把這4個取消掉 然後再到版面配置 把它改成什麼呢 只有標題 OK 然後就按下只有標題 這樣就OK了 那這樣的話呢 其他就不會被選到了 OK 這個是我自己比較習慣 比較快的方法 可是你可能要記一個 快速鍵 Ctrl A Ctrl A 就是全選 那個全選的話 在Word裡面也可以 其他好像在那個什麼任何其他的軟體上 Ctrl A就全選的意思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 題目的要求 然後再來的話 OK了之後 接下來的話第4完成之後 再來就看第5 第5的話它要怎麼樣 做一個動畫 那這個動畫的話主要是針對哪一個 針對 投影片2 所以你游標先要停在投影片2 然後呢 在內容版面配置區 新增動畫 必須要是什麼呢 必須要是彈出 OK 然後呢 彈出後面有個關鍵字叫進入 彈出進入 然後期間為2秒鐘 所以喔首先的話呢 當然我們分成幾個動作 1 先選取 點選那個投影片2 2的話呢 點它的框框 一般習慣是 你這個框框裡面要做動畫 然後呢 做什麼動畫呢 彈出進入 2秒鐘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1 先選取 第二個投影片 那怎麼讓它切回去啊 另外一個方法 快點兩下 它就跳過來了 那接下來如果你要做投影片的話 一般習慣喔 可能在選取它的框框 那選這個框框很簡單 就點它一下就可以了 記得喔 這個是優標放裡面嘛 不過做動畫的時候 建議是優標點這個框框 這樣會比較OK 不要把它優標放裡面 因為放裡面的話 有時候會出狀況 記得喔 選這個框框 好 所以呢 點了第2個投影片之後 點了它的框框之後 接下來的話 找到動畫 那動畫的地方的話 因為我要新增一個進入的 進入的時候呢 它必須做什麼動畫呢 所以你會看到 它其實總共有幾種狀態 進入 有沒有 強調 跟離開 那我們要什麼 進入的時候要做什麼動畫呢 叫做什麼 蛋 我忘記了 蛋出 所以看一下喔 有沒有蛋出 蛋出在哪裡呢 在這裡 OK 進入的時候 蛋出 也就是說喔 它切到第2個投影片之後 它會先蛋出 那蛋出 你點它一下 它會先讓你知道蛋出的效果 那期間的話再來2秒鐘 2秒鐘的話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讓它期間 把它預設是5秒鐘 把它改成2秒鐘 OK 所以這邊的話 它期間好像就只能 再來是太多了 把它改一下 我們用直接輸入 2秒鐘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出 如果你要預覽的話 直接可以按一下什麼 按一下那個 就是右下角有個叫投影片放映 你可以按這個 它會放映給你看看 進入的時候會蛋出 不過你會發現喔 你要點一下 它才會跳下一個 OK 蛋出 那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在投影片6的地方 新增圖案 一個新型的圖案 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好了 剛剛講345 畫面先畫給各位